為什麼重機要上國道呢? 維持不開放與開放大型重機行駛國道 會帶來什麼影響 又會有什麼優缺點呢? 在國道遇到有大型重機 駕駛人該怎麼辦呢? 我們一起來討論吧! 人們外出不管是上班、業務、採購、社交、出遊 還是討債 點對點的移動除非對行進路線有其他要求 一般都會選擇安全且高效率的路線 好比說蘇花公路與蘇花改 北宜公路與雪山隧道 只想安全有效率抵達目的地的駕駛人 肯定是選擇蘇花改、選擇雪山隧道的 這與車種並沒有關聯 同樣一位駕駛人駕駛汽車時會這麼選擇 駕駛機車的時候也是會選擇相對安全有效率的路線 而當特定路線有條件禁止行駛 比方說荷歡山下雪 基於安全考量禁止沒有安裝雪鏈的車輛進入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在結冰的路面沒有雪鏈的車輪 連最基本的控制都沒有辦法 只能任由車輛打滑 不受控制的橫衝之狀 而禁止大型重機行駛國道真的有安全上的問題嗎? 國道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一般高架道路都一樣 是屬於封閉式道路 除了少數路段有這種路口外 封閉式道路不會遇到十字路口的路線交織 路邊違規停車、逆向超車等 平面道路經常遇到的交通事故 而且封閉式道路路況相對單純 除非故意為之 駕駛人是不容易產生違規行為的 當大型重機行駛在封閉式道路時 不必擔心對向左轉車會無視執行車直接違規左轉 也不必擔心會有駕駛人無視雙黃線違規逆向超車 更不用擔心路間停滿車輛 還忽然車門全開 還有很多人擔心的重機行駛到半路 忽然爆胎摔車 或是各種奇怪的原因發生止摔 要知道駕駛人在行車前 是必須檢查車輛各項設備 其中就包含必須檢查輪胎 行駛途中把輪胎磨耗至破胎 是該車駕駛人個人有缺失的問題 如果行駛途中輪胎碾壓到掉落物 造成爆胎 那該檢討的是沒有固定好物品 或是貨物的違規人 不管是哪種情況 都是個人或他人缺失 與任何車種毫無關聯 更何況我曾經以時速100公里 在西濱快速道路上發生爆胎 並沒有發生多數人想像的方向失控 致狀不然 我不慌不忙冷靜處理與應對 做好合格駕駛人應盡的義務 當時我站在西濱快速道路的路間 等待道路救援的同時 看著呼嘯急行而過的小型車大型車 我是一點危險的感覺都沒有 重機爆胎都沒有什麼顯著的危險性了 還能有什麼奇怪的自衰可能呢 再大的風都吹不倒西濱上的重機了 哪條國道的風會比西濱的大呢 颱風、狂風暴雨、降雪等惡劣天氣 不管是哪種車種出門 都會增加風險 可不是只有機車會打滑撞車 被強風吹翻呢 所以大型重機這個車種 行駛國道高速公路時 非因他人違規導致的安全性問題 與現在行駛在國道上的車輛 完全沒有差異 當行駛國道的選擇 不再僅局限於四輪以上車輛時 大多數沒有載或載客需求的一人汽車 將會逐漸被大型重機取代 平日上下班尖峰時段 假日出遊車潮 將會比會開放時更不容易塞車 與小客車相比 大型重機對於安全距離的容錯率更大 不容易因為一台車輛的煞車 造成後續的塞車效應 下閘道後停等紅燈時 可以溶流更多車次 不容易從閘道回堵至高速公路上 也就更不會因為 接近閘道口時的復閘車流造成堵塞 閘道口不堵塞了 事故自然就減少了 尖峰時段不塞車了 自然就能有效縮短公眾通行的時間 這不正是提升安全 又提高效率的雙贏雙收嗎 駕車行駛於道路時 遵守交通規則尤其重要 合格的駕駛人該做好的事情是 要求自己遵守交通規則 而不是看見他人違規 自己也違規搶快或乘一時之快 在重機還沒開放國道 看到重機行駛於國道高速公路時 駕駛人可以選擇 保持安全距離並注意車前路況 或是使用符合規定的方式 超車後死離 這都是對所有人都安全不浪費彼此時間的和平方法 一般駕駛人並不是執法單位 即便對方是不合格的駕駛人 法律仍然沒有賦予其他駕駛人 可以對違規車輛動用實行的權利 保持安全駕車的同時 請同車友人或使用手機架上的手機報案 又或是使用行車記錄器 對違規行為提出檢舉 才是法治國家的合法處理方式 而當違規車輛從大型重機 變為其他車種在路上違規時 該如何處理也都跟剛剛說的一樣 保持安全駕車 選擇無視它 報案 或提出檢舉 假如國道高速公路 將來開放重機行駛後 駕駛人該注意的 就跟在快速道路遇到重機時一樣 重機並不會無緣無故摔車 保持安全距離遵守交通規則 大家公平使用道路 有效率的使用安全回家的路 不少人擔心 國道開放重機行駛後 本來已經很塞的國道 會湧入更多重機 讓國道更塞 這完全就是啟人憂天 只有真正有路線目的的駕駛 才會使用國道 走平面更快到達的路程 並不會使用國道通行 無法適應較快車速的駕駛人 不會將國道納入通行路線 更何況還會有不少 原先被迫在著三張空椅子 只能駕駛一人汽車的駕駛人 改用大型重機通行 還有人擔心大型重機在國道上違規 任意在車道間穿梭 或是翹孤輪行駛怎麼辦 這個問題也很簡單 平常在路上遇到違規車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我們沒辦法強迫他人不要違規 但是可以要求自己 守好駕駛人的本分 遵守交通規則 當你是個合格的駕駛人時 其他人的違規就與你毫無關聯了 就算有所損失 司法單位也會為你討回公道 這集交通講故事就到這邊 也歡迎在留言處表達你的看法 讓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福口 我們下集見